影片里边 葛大爷的表旧 脖子上就这么大 鸡蛋大小的肿瘤 而新闻当中 这个王先生 七厘米的肿瘤 这是活成生的 甚至比鸡蛋还大 谁说要自己身上 这么大一个肿瘤 那不得吓唬完完的 不管是影片当中 张北京的这个表旧 还是现实当中 咱们的这个王先生 他们这个甲中先生的肿瘤 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这咱们想推理 也没有证据 什么叫桔桔 这甲中先生有个桔吗 什么叫桔 鸽 为什么有桔桔 鱼又在那了 鱼的什么鱼呢 卷 是软的硬的 鱼是软的 对 所谓桔桔是啥呢 就是软软的肉片里面 出现硬的东西 这叫桔桔 为什么会有桔桔 这是不是 这是甲中线 甲中线里面 它要产生 我们叫甲中线素 甲中线素 你今天需要它多产生 那甲中线里面的细胞干什么 多干活 对了 它就使劲干活 好 那今天你情绪低禄 郁美 那甲中线细胞怎么样 少干活 对了 少干活 对吧 好 今天多干活 多的多多多 把这个甲中线都显得鼓鼓的 结果那一下子情绪低禄了 它就要不需要干那么多活了 怎么样 财源 财源 对 财的源你出不去啊 在甲中线啊 干什么呢 就形成 结结了 怎么形成 情绪的变化 就像几率严敏的军队 一身地方 去不走 大家都走 可是他有的他懒惰 他不愿意走 大家往前走了 好 回来就回来了 结果他呢 有的呢 就不走 有的呢 走回去呢 不回来 这时候 每个人我们说 等到了你一定的年龄 几岁 二三十岁以上嘛 成年了 经历过的喜怒哀乐了 经历过的寒冷鼠热了 甲中线都会出现 你们的不听话的 跑得远的 或者路拉的后面的 就聚集在一起 这就叫结结 那北方更爱得结结了 已经四季分明了 不一定 最关键的还是跟他的 情绪 对 情绪和他处在干什么活 你每天都是平平稳稳的 他不需要他 死经干 少干 多干 就情绪 喜福越大的人 他越容易得结结 yes 所以我们说 甲中线结结太普遍了 那你告诉我 甲中线出了多大的 七弹吧 七厘米 七厘米他一天能找七厘米呢 不能 多长时间找七厘米 几年吧 是少几年的关系 对了嘛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啥呢 结结 小的结结 对了 都要把这 same看好看